在冬天难得的暖阳下出来活动筋骨 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 这处在象山脚下 周遭矗立着著名的101大楼 以及豪宅区的象山公园 位在信义路5段150巷内 长方形状公园区占地大约4.2公顷 园区内花木浮书 还公园步道更是喜欢散步 快走以及慢跑民众的最爱 而在亲子游戏区里面的共农式邮剧 更成为爸爸妈妈以及阿公阿嬷 六小孩六金孙增进亲子关系的好地点 年轻的妈妈非常肯定台北市政府 规划维护出这处好公园 对 我觉得这边很棒而且腹地很大 然后而且打扫很干净又有干净的厕所 觉得市政府在这边做得很棒 然后这里啊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赏 像现在樱花已经慢慢打开了 对 然后四月还有流苏花 然后我觉得这里很漂亮 这个共农公园啊 假如假日都会很多人在这附近做 那我觉得很棒是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但是有一些像这个坏掉了的话 要赶快维修 对 不然怕小朋友压到手会危险 你觉得哪里最好玩 刘滑梯 真的 为什么刘滑梯最好玩 刘滑梯漂亮不漂亮 漂亮 所以你很喜欢来这里玩吗 我喜欢 很喜欢 向山公园由旧有的三张礼靶场改建而成 为了让民众了解过去历史 现场设置有旧有靶场的历史简介牌 以及保存靶场涉及区落淡点的位置 园区内也设置有篮球场 溜冰场凉亭以及运动器材等设施 方便民众休息及运动 公园内还有一处香火鼎盛的福德正神土地公庙 三长庙 祖寺 福德正神 清水祖师爷和妈祖等 吸引相当多的信徒前来焚香膜拜 祈求健康平安 是每次都会过来吗 每次 有空就过来拜一下 此外 向山公园更是台北树蛙的保育区 每年10月到隔年3月之间 都是台北树蛙的活跃旗 是台湾少数在冬天繁殖交配的蛙类 搭乘捷运从向山站2号出口一出来 就是向山公园非常方便 是一处适合六小孩散步运动 结合民俗文化和生态保育的全灵化公园 记者吴俊松台北报道